当我们讲商品意识的时候 这个商品意识它所意味着什么呢 一个是商品败物教 就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 因为它是直接性的思维 直接性的思维产生的是什么 商品败物教 而作为中介性思维 作为一个中介性思维 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它所产生的就是商品意识是什么呢 是商品的自我意识 是商品的自我意识 而不是商品败物教 也就是说它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本质 以及自身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地位和前头和命运 所以这样它就叫什么 商品的自我意识 所以它就说商品的自我意识是什么 是建立在生产和商品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 自我暴露 那也就是说商品败物教是什么呢 是对商品的一种崇拜 是吧 是对商品的崇拜 就是马克思所说的 这个人把自己手的产品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一个盲 就是说变成了把它抽象化了 变成自己崇拜的一个对象 崇拜一个对象 它才产生什么 是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 就是实际上它和宗教的意识是一样的 而和这个相对的 那么也就是说商品败物叫什么 是没有获得对商品的意识 就是你认识不到这个商品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商品世界的这样一个本质揭示出来 本质揭示出来 而作为商品的自我意识 商品的自我意识 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它所表现的是什么呢 是在商品的 商品生 是在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也就是说 它能看到这个商品和商品交换 后面的本质是什么 所以它的这样一个意识叫做自我意识 就是它能够认识商品社会的这样一个本质 所以这一个讲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卢卡奇在解释这个中介性思维的时候 在解释中介性思维的时候 最后落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像他对中介性思维 就是说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实践的思维方式 实践的思维方式 一个呢 他在前面呢 是从形式上 从辩证的总体性 经验的总体上 和直接的这样一个超越和否定 都是从什么 从形式上来说 从形式 这个它的这个无产阶级 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个实践的思维形式 和这个以前 和这个近代哲学的思维形式 究竟有什么区别 究竟有什么区别 就是他们在思维形式上 一个是直接性的 用的是一个直 就是说这个概念的形式逻辑的同意性思维 而作为这个马克思的实践思维形式 它作为一个中介性的 它刚好强烈的是什么 一种辩证的矛盾总体 辩证的矛盾总体 所以当说马克思的这个实践 是一种历史性思维的时候 不是说它是和逻辑相对的 而是指什么 它的思维结构内部包含着矛盾 是一种辩证的矛盾思维 这个思维形式呢 它是和这个近代哲学的 这种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后面一个第四个 它讲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时候 强调的是这个思维的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形式 它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 包含内容是什么 那就是说这种形式啊 它不是什么 仅仅是在一个概念逻辑的 这样一个矛盾结构当中 它而且包含什么 包含着阶级的行动 它不仅仅是思维的东西 它还包含什么 意志和行动 包含着意志和行动 所以在这个实践的 这个中介性思维当中 它的内容啊 它说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式 也就是说是对现实的一个把握 同时呢 它强调 它说这个中介性思维啊 它是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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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样一个能动的东西啊 它表现为什么呢 表现为什么呢 就是说表现为阶级的 对这个现实 不仅是对现实的把握 而且还包含它的行动 包含它的行动 所以它在这儿讲呢 它说它其中讲 它说所谓形式东西 我只看到经济现象 经济现象看到什么 看到我们说马克思揭示的 在这个商品拜无教 我们前面讲了 卢卡奇对这个阶级意识的分析 对物化概念的分析 它是基于什么呢 不是基于184年经济学首稿的 液化劳动 液化劳动理论 而是基于对马克思的 商品拜无教的分析 商品拜无教的分析 那么马克思说商品拜无教 怎么叫商品拜无教 这个我们上学期已经讲过了啊 就说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人的社会关系 采取了物物交换的形式 采取了物物交换的形式 那也就说作为直接的思维形式 直看到经济的现象是指的什么 你直看到物物交换的形式 所以马克思说那些这个重商主义者 什么这样一些这个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 仅仅就是看到那个交易所的那个行情表 天天看的都是那个行情表 而看到在这个行情表背后的 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 历史的这样一个社会的联系 社会的联系 所以呢这就是什么 是一种直接性的思维形式 你直看到这个商品的交换 看到这个物价表 看到这个物的东西 而没有看到什么 它的这个背后的 物物交换背后的 人和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而中介性思维呢 刚好揭示的是什么 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就是人和人之间 所以它是什么 所以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它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说它活得一种阶级的 商品意识的一种自我意识 我认识到商品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关系值是表现为什么 揭示的量 所以它所有都把它平面化 平面在这样一个计算性上面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么计算性是什么 它是一个价值量 就是在资本内里面 它表现为价值量 那么价值量 马上说它是由什么决定的 是由价值的值 人类劳动的临结 是吧 人类劳动的临结 是由值决定的 那么作为无产阶级 阶级意思呢 就不是仅仅看到这样一个计算量 一个价值的量的问题 而是要深入到看到 这个商品交换的值的问题 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值的方面 所以这就形成了什么 实践和中介性思维的这样一个联系 所以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实践概念 作为一个中介性思维的时候 它是包含着这样事成含义 那么前面三层是就它的思维形式而言的 而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 是作为这个思维的内容 和它的这样一个本质 也就强调了它和这个商品 这个意识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商品意识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这样一个关系也表现为什么 我们说实践作为一个历史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那么它所表现的是什么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无产阶级意识 所以这样它就返回到什么 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实践本身的 这样一个研究 实践本身的研究 回到对无产阶级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 他认为 当马克思把这个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和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对这个社会 它的一个总体的把握 所以他说无产阶级的唯一武器 它的唯一有效的优势 就是它有能力把整个社会 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 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清楚了 也就是它能够把握这个社会的本质 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能和能之间的过程 穿透这个物化现象 能和物物交换的东西 然后进入到什么 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的这样一个把握 他说有能力积极地意识到发展的内在意义 并将它付出实践 这个讲的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的包含意识 这个无产阶级的这样一个阶级意识 不仅仅包含它对社会本质的认识 对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这样一个认识 同时什么 还能够把它的这样一个意识 它的意识把它变为行动 把它变为行动 所以它同时也包含什么 行动的方面 正是由于它能够把它付诸实践 所以它表现为什么呢 以一种积极的人动的方面 积极的人动方面 它能够对这个直接性 进行一种这样一个干预 进行一种干预 这是这个马斯讲的这样一个 那么从这样一个出发 马斯就强调了这个实践的历史性规定 就是实践它作为一种 思维方式一个历史的总体 它所表现的是什么 它所揭示的历史 历史不再是在能和事物身上 发生的难以捉摸的过程 就是它不是一个思辨者产生的 这样一个过程 只有用操验的力量介入 才能加以说明 或者只有同历史来讲 是操验的价值联系才起 才变得有益 这个前面都讲的以前 能不能对历史的理解 神学的这样一个理解 那么马斯所说的什么 历史一方面主要是能自身的活动 自身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是一连串的过程 就是说能的活动形式 能对自我的关系 就在这一串形式发生变化 后面讲的是能的 一串的活动是讲的什么 历史就是现实的人的活动 现实的人的活动 而这样一个活动呢 它是会发生变化的 它是会发生变化的 这一个就是说强调什么 历史的现实性 也就是说当马克思 运用这个实践的 运用的这个中介性思维的时候 它必然就走向了 这样一个现实 也就是所以说 它说当马克思 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 以人类的能动活动 能的存在方式 来说明历史的时候 就把历史看成是 能的自我认识 自我创造的过程 那么这样的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因为有实践和以前的历史概念 就完全区分开来 就是对历史的探讨 对历史的说明 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 但是马克思呢 是对历史概念的一个 这个说明的一个完成 一个完成 一个实现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整个哲学 都是为了解决 这个什么是历史 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从这个能追究历史 这个哲学史上 来追求 说明这个历史 是人们的一个愿望 一个愿望 因为能要认识自身 它就要说明什么是历史 动物是没有历史的 而能是有历史的 所以认识历史 就是认识自我 是认识自我 那么如何能 这个认识历史呢 这长期以来 哲学探讨的问题 那么他认为 在这样一个探讨问题上 所以他说以前的哲学 不管他是讲这个理性思维 讲自然也好 还是讲历史也好 他们都是直觉性思维 所以在以前 这个历史概念 它表现为什么 表现为是在一个抽象的 操验的 或者说是在通过神学的 他前面讲难以捉摸的过程 是什么 是一种神学 你把它赋予上帝的时候 它是一个神学 它是不可捉摸的 那么他用操验的力量 解决是什么 他是用抽象的理性概念 把它解释出来 比方说科罗奇 他把这个历史上升为什么 历史的本体 当他去说的时候 害怕是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上 而不能走向现实的历史 那么他说 中介性的思维形式 就是马克思的实践思维形式 由于他强调了这个中介性 否定性 通过这个中介走向这个经验主义的 这样一个总体的时候 那么他所揭示的是什么呢 是讲的历史是自身的活动 走向了这个人们自身的活动 而且这个活动 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变化的过程 它不仅仅是能自我创造的活动 而且这个活动呢 它叫发生一个不断的变化 发生了不断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实践 因为这个中介性的思维 因为中介性的思维 因为实践 所以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历史概念 就和先前对历史的解释 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 所以这样的就是说 实践实际上是达到什么 能对自身的认识 通过马克思的实践 达到能对自身的认识 那么这样呢 他就进入啊 这个可以说 是他对这个中介性思维 对实践的思维方式的说明 也就是他早年 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说明 我们前面讲了 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社会存在 也就是说 人的历史存在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所以在他那儿 他是不承认马克思有这个 自然辩证法的 他说马克思从来不练就 自然界是什么 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人的社会存在是如何可能的 人的历史是如何可能的 所以他早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他是对阶级意识的认述 但是他所要解答的 要解答的 以及他对马克思哲学的这样一个理解 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人类历史的自我意识问题 人类历史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实现的问题 解决的都是历史的问题 所以这样我们就说他的早年到晚年 实际上是整个的是围绕他的思考而展开的 所以到晚年他在写历史本体论的时候 他同样也在探讨历史的问题 也在探讨历史问题 那么在探讨历史问题的时候 作为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他所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说前面他讲了 我们讲了 就是说他强调 他说历史于阶级意识里面 他强调自我意识 强调什么 强调一个中介性的思维形式 中介性的思维形式 这个中介性的思维形式 他是把它和什么 和整个近代哲学区分开来的 也就是说中介性的思维方式 是对整个近代哲学的否定 近代哲学的否定 那么这个近代哲学 作为思维形式上 他有什么特点 他有什么特点 我们说这个近代哲学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 恩格斯的这个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讲了什么 大家都清楚是吧 一个思维和存在 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这是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问题呢 思维和存在 思维和存在 能不能同一的问题 是吧 这是能不能同一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一看 这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啊 它的提问方式从哪来的 最根本的是要解决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解决啊 我的思维和存在是否同一 我能不能承认它同一的问题 那么我要解决 我的思维能不能认识存在的问题 能不能达到存在的问题 我首先的第一个设计是什么呢 我首先要把思维和存在区分开来 如果它们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 我怎么强调 我后一个后一个问题从何而来 是吧 我后一个问题从而来 所以虽然讲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第二个问题 但是呢它也是什么 形成第一个问题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的一个目的 一个目的 我解答思维和存在是否 或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就是要说明什么 要说明我的思维能不能认识成 这个存在的问题 也就是说什么 它所要解答的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要解答是认识论的问题 也就是说它的整个哲学 是建立在认识论的提问方式 而不是建立在本情论的提问方式上的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提问方式 那么作为现代哲学 对近代哲学的一个阳气 近代哲学阳气是什么 就要消除这种认识论的提问方式 而走向一种本情论的提问方式 那么在认识论的提问方式当中 它认识论所谓是认识 我既然要建立我的认识 能哪 要建立自身的认识 它首先什么 第一步它要把自己和对象分开 所以在它的这样一个认识论前提的提问当中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物质和意识关系 思维和存在 就是合者为第一性 物质和意识合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它一定是二元对立的 我不能够把它 这个意识和物质 我不能把它等同起来 讲它们的同一性 是吧 讲它同一 如果我讲它的同一性的话 那么我这个问题就不能成立了 我合以认识 我思维和存在能不能同一 那就这个提问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 所以我的前提是什么 一定是物质和意识 它是二元对立的 它是二元对立的 不然呢 就不在那里的 我会想和意识悉